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知道那个资料跟我必须要知道那个资料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区分 怎么说 因为刚才你讲嘛 有没有知情权这个权利 当然如果你回归到这个法律这个角度的话呢 其实联邦宪法它是没有明文规定说我有知情权 我必须要知道这个资料 因为其实我们的联邦宪法 才有区区的那几个人权的条文而已 但是法官就是联邦法院它有两个案件 他都强调是说 当我们去诠释这个宪法的时候呢 尤其是这个人权的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以一个很宽阔 很自由式的 就是英文是叫generous还有liberal的这个approach 去诠释这个人权 所以呢 我们在西瓦拉萨 这一个case 这个联邦法院的案件呢 联邦法院它裁决是说 我们的知情权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言论自由的那一个权利底下 当我们讲言论自由的时候 同时间我们也是有权利去知道那一个资料 那个知情权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有这个权利去接受这些资料这样子 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州 就是滨州跟雪州 而且都是所谓的反对胆执政的州数 你觉得整个中央需要落实 有必要落实这个自由资讯法吗 当然是需要啦 但是换成同权啦 我看我们已经没有那个 我们已经失去那个信心了 因为在连续这几年所发生的种种 自从那个BOTA 我们辩论到晚上两点半 POKA我们辩论到早上四点半 MKM我们辩论到晚上十二点 记者也很可怜哦 Abi 记者也很辛苦 我同事他们以前有跑国会的时候 也是好辛苦哦 大家都没有心要听辩论了 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个POTA的时候 我记得我四点半站起来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那个部长就坐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 他就停在那边 我议长就坐在那边 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的去阻挠 推迟不要让他继续这样子过 但是部长就是不肯回应了 所以就被这样子BODOS 他们叫BODOS过了 以那个Majority来BODOS过去 所以这几年来的种种的现象 它的立法 它所立的法律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已经没有可能有这种精神 民主的精神 或者是已经违反了整个民主的精神 已经违反了我们整个社会 对这个国家的期待 进步的力量 资讯自由啊 自由的年代 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 他连说 曾经部长都讲 Facebook可能会去关掉 曾经这个 这个什么 现在要管制这个资讯的自由了 MCMC的法令就要来了 然后包括未来的这个 新闻的自由都要去 都要 签制这个新闻的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已经没有可能在 他已经没有可能在改变自己 或者是改革自己了 所以只会越来越封闭 只会越来越 所谓的越专制 让你没有办法再挑战政府的任何 再去挖政府的 去碰政府的任何的弊端 我们还是必须挺持这个 我们还是有信心 就是说包括 已经关不到的 OK 这些资讯是关不到的 比如说这个Panama paper 今天最红的就Panama paper 这个是突然间爆出来的 然后导致冰岛的总理 必须要辞职 24小时吧 就必须要辞职 第一个辞职的 所以他这种资讯年代 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去 牵制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看到 很多的丑闻 或者很多的烂权 或者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都会被揭发出来 然后当然 站在这个政治的最前线的 我们一些在野党的议员 我们已经是committed了 我们已经是说 一定要挑战这种恶法 我们必须要推倒 这个恶法的那道墙 这样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任何的行动 去挑战这个机密法令 是违反宪法的吗 其实就和这个煽动法一样 就是比如说好像Rafisi这样子 他被提控 那么他就必须上法庭去挑战 去挑战他的这个Constitutionality 到底他有没有危险 就好像当初这个马大的讲师 Azmi Sharom 他被控这个煽动法令 同样的 他也是直接把案件 把这个问题带上去联邦法院 他叫联邦法院去裁决说 到底这一个条文 煽动法令的这一个条文 或者是整个煽动法 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危险 同样的都可以用回这一招 但是问题是 就是我们要看那一个法官们的态度 是如何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所谓看到官场要看官的脸色 不是做外逼的官 而是法官的官 这个题外话 明天我就是要提成一个Constitutional Challenge 关我们的Peaceful Assembly Act 我自己被这个和平机会法令被逮捕 被控上法庭 所以明天我们把那个条文 去挑战到底他到底是否是符合宪法 所以这个我们会用我们的 当然我们可能是以身试法 然后去挑战这个恶法 可以不要这样悲惨吗 一定要以身试法 我可不可以直接直接 就是入门法庭说 这个法令是 你没有法定地位 英文是Locus Dendai 就是你本身没有受到那个伤害 你怎么有权利 去到法庭说敲门 我现在要进来 不可以的啦 没有 因为你敲门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有人先牺牲吗 对啊 才可以 才可以 所以身为一个职业律师 我通常跟我的客户说 你通常你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都是最后一道墙 就是最后一个办法了 OK OK 肯定是以身试法 所以一定要有人以身试法啦 别紧别紧 民众不用担心 我们去搞点就好了 你们就不用去 好 我要告诉你们说 这东西 通常他只会对付我们啦 大家都不用担心 由这些人民代义士去试法啦 你看在Bercier什么东西 都是不是普通人种的 都是Maria 或者是我们在野党的义员 所以大家安心安心 不过是可以的啦 是可以去挑战他的 是可以 但是你自己必须先受到这个伤害 所谓的伤害就是你被提供 你被抓 OK啦 还是不要啦 我是觉得像外比讲的 这些东西让人民代义士去做吧 不然我们这么辛苦选他出来 对 我们需要你们在背后支持吧 其实到底中央有没有这个需要去提成 去落实这个资讯自由法令呢 我是觉得说 以现在的局势来看 是不可能的啦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还要去修改 去加强这个官方机密法令 但是如果真是要做的话呢 我是觉得说 官方机密法令 它不需要被废除 但是它必须把所谓的 刚才我讲的那个平民罪 给删除掉 但是你的官方机密法令呢 只是专注于这一个军事机密 或者是间谍罪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官方机密法令 我们都可以接受 但你是说目前看起来不可能 但是是有必要吗 不可能跟有没有必要要落实这个资讯 肯定是有必要啊 因为比如说今天我所上的这个大道合约 我去解密 难道会危害国家安全吗 我真的是不这样觉得 我觉得有必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所以其实除了宾州跟雪州之外 中央也应该返校啦 落实这个资讯 在现在这样子 资讯流通的这个年代 应该要落实这个资讯自由法的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